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绰绰有余 但是此事晚辈恐怕不能答应啊 为首的修士脸色阴晴了好半天 还是迟疑的摇了头 韩丽听了他的回复 目光一下子冰寒起来 冷冷的望着此人一语不发 为首的修士一见韩丽脸色不善 心中一沉啊 急忙开口解释起来了 请前辈千万千万不要误会 这 这并不是晚辈不给前辈的面子 而是本岛乌凤 正处在进阶的关口 实在是不能有损任何的修为啊 哦 原来如此 但那乌凤灵本人势在必得 哎 我看这样吧 我呢 再加上一枚七级腰丹 这总可以弥补贵岛的损失了吧 韩丽一愣之下 眉头一皱 又一翻手掌 再拿出了一支玉盒出来 这一下子呀 虎竹岛的这些修士不禁面面相去 怎么 这样 贵岛也还不愿意答应吗 啊 韩丽口气一下子阴森了下来 用冰寒的目光盯着生前的种修士 此事事关重大 晚辈实在是无法做主 要不然这样吧 前辈稍后一下 我呢 就冒着被家师责罚的风险 发一道传音符到闭关市 看看家师如何回复 为首的修士 被韩丽目光一扫之后 机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 目光的在扫旁边的人形傀儡之后 终于一咬牙说道 要是因为他的处理不当 凭空给苦主导招惹劲敌的话 回去恐怕同样受罚不清啊 好吧 那我就等你一会儿 韩丽这才点了点头 神色烧缓 结果这位修士果然放出了一枚传音符 将此间的事情和韩丽交换的条件 说的是一清二楚 然后放了回去 当然了 其中肯定着重说了 韩丽和人形傀儡的可怕修为 让他显得迫不得已的样子 韩丽没有等待多久 正当他双手倒背的 仔细打量苦主岛上空的禁止的时候 忽然从岛上传来了一声 悠悠的苍老的声音 原来有原因期的道友来访 老夫未能出去远迎 还望两位道友见谅啊 请两位道友到岛上的迎风阁一叙吧 老夫马上就出关见客 从话语的声音来听 对方显然就是苦主老人 前半句呢 是对韩丽所说 后面两句 却是对门下弟子吩咐道 分命师尊 两位前辈 请随晚辈来吧 师尊已经打算亲自和两位前辈见上一面了 为首的修士急忙双手抱拳 冲空中功声应命 然后又一转头 满脸笑容的冲韩丽说道 好吧 韩丽也是久仰贵岛的大名 正想到岛上见识一番呢 韩丽目光在身旁的傀儡身上转了一圈之后 就神色不变的答应道 然后和傀儡跟着这些修士 同时向岛中降落 有了康比原音后期的傀儡的相助 韩丽自负对方 即使开启着所谓的什么万木大阵 也绝没有办法困住他的 所以呢 倒也不惧对方依仗的地利突然翻脸 转眼之间呢 一行人就从光木中自行裂开的一条裂缝中 飞入到了岛中 韩丽一飞入其内 顿时感到一股灵气是扑面而来 然后下方入木的全都是郁郁葱葱的巨大的树木 这些树木实在高大 动不动就是三四十丈之高啊 而且呢明显种类繁多 都不是外界能够轻易见到的珍稀树木 树林中有十几株明显高出其他树木一大截 是一种紫色的奇异的桑树 遍布着树林各处 排列之间呢 却暗含了天地玄机啊 哦 这就是贵岛的天桑神树吗 不是说贵岛只有一株吗 可这里少说也得有十来株吧 韩丽眉头一皱 突然问向了身旁的带队的修士 这个修士啊 正偷望着人形傀儡 暗自琢磨着 这位前辈怎么始终不言不语 面无表情啊 难道是一位性格怪癖之人 前辈不知啊 这些天桑神树都是同根而生 实际还是同一刻而已 此事也不是什么机密 老者呢也没有隐瞒的解释到 哦 原来如此啊 久闻天桑神树仅次于三大神木的灵树 原来是这个模样 这一下子可还真让韩某开了眼界啊 韩丽嘖嘖称奇的说道 随后 韩丽随着修士 往某片看似树木的地方一落的时候 突然呢 附近的灵气是一阵晃动 眼前一花 景色骤然俱变呢 一座数百丈高的小山出现在了眼前 而以此山为中心 四面修建了众多大小不一的楼台穷阁 还有一些呢 修士在上面进出不停 你们去忙吧 忙足你的事情 两位前辈 由我带过去 这个时候 带队的修士 冲其余的修士一百手吩咐道 其他修士一听呢 立刻领命的纷纷离去 韩丽和傀儡 随这个领队的修士 直奔山峰顶部而去 在那里呢 有一个木制的巨大的宫殿 面积不小的样子 而在殿门外呢 有四名一身绿甲的修士站在那里 人人呢 手持一模一样的长歌 修士带着韩丽二人 直接降落在了这墓殿的入口处 那四名修士 面无表情的一动不动 如同傀儡一般呢 韩丽嘴角一翘 心中略微有些惊讶呀 这四个人虽然说 修为只有筑基器的样子 但是身上木灵起之精粹 远非同阶修士可以比的呀 而且韩丽一眼就看出来了 无论战甲还是长歌 都是顶阶的木属性灵器 实在是有些怪异呀 似乎看出了韩丽的惊讶 这修士笑着主动解释啊 啊 这些啊 都是家师亲手训练出来的木灵卫 是借助天丧神术之威 专门修炼一种特殊功法的修士 虽然说修为不高吧 但是擅长合机之术 前辈若有机会的话 不妨指点一下 嗯 的确大于一般修士啊 韩丽点了点头 修士见韩丽不置可否 虽然也识趣的没有多说什么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木电的结构并不复杂 除了一处大厅之外呢 只有一间偏电而已 所以当韩丽等人 走进了大厅之后 立刻就发现了背对他们 站在大厅中的一名身材高大的人影 绿色长袍 白发如雪 修士一见到这个人影 立刻脸色大变 身识一礼 接着呢 无声无息的站到了一旁 束手而立啊 道友就是苦逐老人 杭力盯着此人的背影 眼睛也不眨一下 不错 老夫就是苦逐 两位道友面孔陌生得很嘛 怎么 莫非是从内陆来的道友 敢问尊姓大名啊 绿袍人一声长笑之后 就转过身来 韩丽 双目一眯 只见此人呢 是唇白齿红 眉清目秀 竟仿佛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只是这脸上呢 照着一层淡淡的绿气 见到对方这般模样 韩丽自然吃了一惊啊 这位苦逐老人竟然和他一样 也能助言有数 实在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啊 他本来以为呢 会见到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者呢 苦逐老人虽然说面带微笑 但一看清楚韩丽的相貌 眼中也闪过了一丝惊讶呀 我二人的确不是海外修士 在下姓韩 这位呢 是在下的师兄姓丽 这次冒昧来访 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呀 韩丽客气的说道 哎 哪里哪里 两位道友都不是一般之人 能到本岛上来 本岛主欢迎还来不及呢 这位丽道友 修为更是高深莫测 老夫竟没有办法判断出修为的境界 这可真让老夫是大开眼界咯 苦逐老人 在韩丽和人形傀儡身上 分别打亮了几眼之后 突然一笑说道 显然哪 这位异岛之主 我将韩丽的傀儡啊 看成了修炼某种神秘功法的原因修士了 心中呢 大感吃惊 道友实在太过谦虚 苦逐道友之名啊 我二人也是如雷贯耳 哈哈哈哈 来 两位先请坐吧 尝尝本岛独有的丧木茶再说 苦逐老人轻轻一笑 请韩丽二人坐下 接着啪啪 两声清退的掌声响起之后 马上呢 有几名年轻的女修士 手托茶盘走进了店内 这三人分别沏上了一杯淡绿色的灵茶 在恭敬的退出了墓店 啊 桑木茶 莫非此茶和天桑神术有关 杭丽低头看了看桌上的灵茶 感应着茶中充盈的木灵器 神色一动的说道 道友好眼力啊 这的确是用天桑神术的灵液泡制而成 且具有明目尽神的功效 想必在本岛之外 绝没有第二家拥有此茶咯 苦逐老人颇有一分得意的说道 这样 那在下还真要品尝一下了 目光闪动之间 杭丽啊 先用神识仔细的扫试过杯中灵茶 确定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就不客气的拿起茶杯 品了一小口 怎么 李道友不喜欢吃茶吗 啊 人行傀儡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 没有动桌上的茶杯一下 苦逐老人诧异的问了一句 我自从壁骨后就从不在自己的洞子外吃任何东西 人行傀儡冷冰冰的说道 言语之间竟丝毫没有客气 啊 呃 原来这样 呃 自然有几分依仗的 莫非眼前之人真是原因后期的修师 心中有这种念头转动的苦逐老人 心中啊 对着人形傀儡却更添了一分忌惮 我二人的来意苦逐道友应该知道一些了吧 不知道道友对韩某提出的交易意下如何呢 韩丽又品了两三口灵茶 就将茶杯放下来缓缓的问道 这个 不瞒两位道友啊 这个交易让老夫很是为难啊 那只乌缝正在进阶的关键时期 两位道友就是拿出再多的腰单 在下都不愿交换乌缝之灵的 否则此灵琴下次突破瓶颈 哎呀 这可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咯 苦逐老人眉头一皱 面露为难的说道 那 这么说苦逐道友不同意此事了 韩丽抿了抿嘴唇 脸上却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 我要真的说出拒绝的话语 恐怕两位道友也不愿空手而回吧 这样吧 我们修仙能为大 在下在下可以和两位道友切磋一些法术神通 两位道友中若有人能够在斗法中击败在下 这个交易马老夫同意也是未尝不可的 若是二位没有做到此事 做不到的话 我和立兄马上扭头就走 绝不再提此事 韩丽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那就一言为定 老夫已经近百年没有和人切磋记忆过了 两位道友准备哪一位出手一试啊 护主老人在韩丽身上寻视了两眼 似笑飞笑地说道 道友不嫌弃的话 和立某切磋一下如何呀 韩丽神色未变 一旁的傀儡在韩丽分神操纵之下淡淡地开口了 好 在下对立兄的功法也是非常的好奇 我等就在山峰上空切磋一下吧 来 道友请 苦主老人呢 一件是自己无法看出修为之人出手 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凝重啊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韩丽和人形傀儡呢 同样随之起身 一旁束手站立的修士 这个时候也忍不住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原因起修士的斗法 那可不是什么人 您都能看到的 片刻之后 韩丽就已经身处山峰上空百余杖之处 神色平静 飘浮不动 而在身前呢 数十丈远处 遥遥站立着人形傀儡和苦主老人 附近的其他地方 也有闻风赶来的七八名杰丹修士 一个个双目圆征盯着空中的情形 起 火中老人口中一声低贺 两手是一掐绝啊 突然呢 从全身各处 寒光刺目 同时发射出百余道绿芒出来啊 这些绿芒刚一出现 就迎风渐掌 转眼之间 上百口淡绿色的飞剑 就气势惊人的现行而出啊 一阵剑光闪动之后 所有飞剑自动排成了一个古怪的队列 在苦主老人头顶盘旋不定 暗藏冷冽杀机啊 韩丽剑子呢 原本淡然的表情顿时一致 剑阵 这苦主老人修炼如此多的飞剑 果然也懂得剑阵神通啊 杭丽虽然说早有一些猜测 但是亲自见到也暗自有些吃惊啊 哎呀 狠小子 这位看起来还真有些本事的样子 哎 我说 这样一来 应该能让傀儡的神通多展露几分吧 一开始先试试傀儡的防御能力再说 大眼神君的声音有些兴奋的传来 看来啊 他对这只傀儡的神通真的也是信心十足啊 嗯 我知道了 用了如此多珍惜材料在此傀儡身上 杭丽同样大为期盼 神念一动之下 这人形傀儡 也开始行动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怀仁修仙传 第六百零五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